現在盲目的人 其實除了只要顧家庭之外 還要顧一下你自己的肝 特別是我們常常熬夜划手心 其實主廚今天準備護肝料理 看起來好像滿簡單的 其實我們這樣講 肝如果不好 人生是黑白的 肝如果好 人生是彩色的 所以你看我今天的食材都很繽紛 首先我這紅白蘿蔔 半月紅白蘿蔔 下去已經去把它熬成湯了 因為它是要需要一點時間 但是要切薄一點 接下來我有用的是花椰菜 地上很常見 對 這是燙過的對不對 燙過的 對 其實我今天我們要做的是 咖哩的蓮鍋肉 蓮鍋肉什麼意思 蓮鍋肉它是蓮鍋子一直出 叫蓮鍋肉 對 其實像川菜料理 就是不要放在盤子上面 連著鍋子轉出去就說蓮鍋肉 對 現在是成這樣 對 那其實我們在做這一道菜 因為以前這一道菜比較算川菜 蓮鍋湯 蓮鍋肉 他們都會放什麼 沒看到辣椒 我們要川菜 所以我們沒有放辣椒 辛香我們就是放這個咖哩的部分 所以我現在今天我要做這一道菜 其實一樣很簡單 我們是把蒜頭拆好之後 放下去把它炒香 所以調味料第一個用蒜頭 對 那我今天用的是苦茶油 苦茶油的部分下去把它炒香 第二個一般來講蓮鍋肉或蓮鍋湯 都會放那個白肉 白肉 白肉就是所謂的那種五花肉 很肥的那一種 但是我們今天選用這一個 瘦肉 雞的這個里雞肉 里雞肉 里雞肉把它放下去 去把它做一個炒香 香味把它炒出來 這種油就比較少這個肉 對 油比較少 那比較健康一點 那我們一樣把肉放下去之後 把它切成薄片 讓它在鍋子裡面 跟這個苦茶油 去把它拌炒均勻 所以你的刀工退步了 你說切薄片其實蠻厚的 沒有... 不... 不是切不細的是不是 不... 其實我們是要這樣子 讓它稍微有一點口感 要是這樣子對不對 肌肉會縮 肌肉會縮 對 不是切不細 不... 好 那一樣我們在鍋子裡面 去把它拌炒一下之後 整個香味出來之後 鹽巴的部分我們分兩次下 第一個我們把它下在這一個 這一個肉的部分 第二個我們直接把它倒在湯裡面 去把它做一些調味 那一樣在鍋子裡面 去把它做一個拌炒 是 好 那我們拌炒 其實很多人會問說時機點 就是要放這個咖哩粉的部分 要什麼時候才放 就是我們稍微讓這個肉的部分 有一點上色 有一點那種 焦黃色 好像就是五六分熟的感覺 五六分熟那種感覺 對 我們稍微去把它上色之後 再把它下這種咖哩粉 這時候再下咖哩粉 對... 我們現在咖哩粉的部分 其實就可以下了 下了 再繼續拌炒就對了 對 拌炒 OK 好 小燕師你覺得雷師傅 這一道護幹料理是真的嗎 還是他這材料又是隨便選的 他這滿厲害的 他選了白肉 白肉都最剛好的 是 剛好的蛋白質 對 好 那一樣我們把它拌炒 拌炒均勻 拌炒均勻之後 那我們接下來要把這一個 醬油的部分把它放下去 醬油就放下去之後 整個香味就完全的會出來 好香 對... 光這樣炒就是一道菜 好像很下飯 可是味道是比較重一點 這樣味道 因為我們把這個做這個連鍋肉 就是有一點那種 拌湯水那種感覺 其實你又可以當成一道菜 又可以當成湯 這會非常好吃的 又可以當成湯 又可以當一道菜就對了 OK 那我們接下來要把這個 西洋芹的部分 我已經把它切成顆粒狀 西洋芹嗎 對 把它切成顆粒狀 把它放進去 一樣把它炒香 對 其實芹菜的部分 你把它加熱過後 去把它做一個炒香的動作 其實會非常棒的 又會有口感 對... 口感會非常棒 好 我們把它拌炒均勻之後 有一點那種柔軟度 你看這樣子把它這樣出來 不要讓它太柴 大概這樣子就OK 不用搓它 還在有沒有什麼 對... 一定要搓 就稍微給它搓一下沒關係 那我們現在把它直接 到這個連鍋湯去 這到底是在煮湯還是在燒肉 對 湯菜的那種概念 是 湯菜的那種概念 再稍微再煮一下是不是 稍微把它煮一下 OK 我們現在接下來要把花椰菜放進去 花椰菜其實看你個人喜好 像有人會喜歡吃那種 所謂的花椰菜乾 我是比較喜歡吃這種新鮮的 花椰菜 所以我大量的花椰菜會放很多 其實你也可以搭配一點 白色花椰菜 我今天因為沒有搭配 是因為買不到 對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 不是經濟的問題 沒有 那個便宜 那個便宜拿就可以 我們把它放進去 對 放進去 對 那種整個香味 這樣整個湯頭的味道 就來自於剛剛炒過咖哩的雞 那個香味是真的 香味是你在門診 你等一下見人家護乾 或見人家吃什麼東西 護乾 我先強調最重要 有BC乾要治療 對 那這個的話 其實是抗氧化的部分 因為我們肝臟負責解毒 那解毒過程會產生很多自由基 所以其實這個像這個花椰菜 這個很重要 它裡面的花青素 吃下去很好的抗自由基 然後包括說用薑黃 薑黃也是非常好的抗自由基的東西 所以這是很棒的 那選那個我覺得雞肉 真的是重要的重要 就是千萬不可以選紅肉 對 選紅肉裡面有很多的鐵 事實上鐵很高就會傷肝 是 不錯 難得第一次材料都被人家吃 沒有 都一直有 對 那其實我們有一個重點 就是說我剛剛是把紅白蘿蔔 都丟進去煮 那紅白蘿蔔我們丟進去煮之前 稍微去把它燙過去生 OK 就比較不會有那種 所謂的腥味那麼重 那我們現在煮大概滾了之後 白芝麻的部分把它想下去 OK 堅果的部分 然後再稍微煮一下 再稍微煮一下 那我們這一道護乾料理就完成了 想要養好肝就是這道咖哩蓮鍋肉 咖哩富含營養的薑黃 是很好護乾的元素 搭配鮮嫩肌肉片一桶炒香 幫你補元氣讓你更有精神 一般那時候我們出現黑青 大部分都在四肢 因為四肢比較容易去撞到 可是有時候你的黑青出現在一些 莫名其妙的部位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的肚臍 脖子 脖子可能是別人心 另外一回事 就可能出現一些莫名其妙的毛病 是不是 康醫師 對 我之前有一個案例 有一個朋友的太太 她之前就 她就覺得她太太最近比較疲倦 人很沒有力量 然後她說奇怪 肚子怎麼無緣無故會有一些 淤青 黑青 淤青 黑青 那我想說那是不是凝血功能有問題 還是家暴 對 她是福倫社的 所以應該不知道她們家暴 然後後來她就發現 她莫名其妙的發燒 高燒 高燒以後我說 她說來醫院檢查一下 結果來醫院檢查 我們以為她是尿道嚴 因為她說發燒 有些白血球 結果不得了了 醫院檢查 白血球十幾萬 血小板很低 這麼高 所以要注意這個白血病 有時候出現了急性白血病 一個非常恐怖的地方 就是四大症狀 就剛剛講到的 無緣無故的淤青 發青 或是說你有覺得很發燒 莫名其妙 還有一個就是淤青 出現蒼白疲倦 最後才會出現骨頭疼 因為這種白血病出現的時候 很多人會認為說 我年紀都到四十歲 六十歲 應該不會有這些病 但是有時候你會注意 另外一個我們心臟科的前輩 也是因為有一次 他是發現 他自己身上的傷口不容易好 然後發現一些淤青不容易好 這時候的發燒的時候 他就引發了他那種白血病的變化 這時候如果沒有積極 去做血液的治療 像骨髓型或是淋巴型的白血病 這些沒有積極治療的話 他有時候會致命 另外就是像血友病 你就常常會有凝血因子 第八或第九凝血因子 但還有一些紅斑性囊倉 這時跟免疫功能有差 他會讓你的血小板 會變得比較少 這些也會出現瘀青 但是因為有的症狀 剛開始是疲倦 因為你出現瘀青的時候 是冰山一角是疲倦 你要記得這些血液的病 要提高警覺 對啊 所以當你出現 莫名其妙的黑聽的時候 可能是有一些疾病 影響到你的擬血功能 對不對 小孩子還有哪些毛病 沒有錯 像右邊講 這個止斑症 這個一般在血液科 常看到是自體免疫 等於說我們人體自己的白血球 去攻擊血小板 讓血小板降低 這種就全身到處會黑青 所以這個是屬於 自體免疫的問題 那我們在腸胃科裡面 常看到肝功能不好 就是肝硬化 會造成問題 我曾經有病人 因為肝硬化 然後皮腫起來 他血小板永遠都小於2萬 然後同時貧血的問題 最後不得已要送給外科醫師 把皮膳拿掉 那個是最嚴重的一個病人 最近有人因為他血小板是低 可是大概2萬到5萬之間 刷牙會出血 還好我們只要每一個月 幫他打一支維他命K 他勉強維持住 因為特別是現在 因為BC肝都有很好的藥 這一類的病人 現在就降得比較少 現在肝臟真的是要小心一點點 對 因為這個肝臟 這個肝炎 除了脂肪肝以外 BC肝是最常見的 然後再來一個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你假如不小心吃到一些化學物品 包括喝酒 也會往這個方向去 所以這三大問題 病毒的問題 化學性的問題 代謝性的問題 就是脂肪肝 都會進入到肝硬化肝癌 那一旦進入到肝硬化 假如皮又腫起來 凝血因子又不夠 血小板又低 那你就真的 他不怕要瘀青了 那還有這邊下面 一個腎臟的問題 我們幫洗腎的病人 做胃鏡的時候 有時候會看到胃的黏膜 怎麼會加一塊黑色 那一塊黑色 因為瘀青不一定在皮膚 內臟也會 內臟很多黏膜也會瘀青 對 後來我們去問腎臟科醫師 他說確實是有一些尿毒症的病人 他會尿毒性的凝血問題 因為他的血小板 雖然數量沒變 但是功能變差 對 這個腎我們很常見 遇到那種洗腎的病人 一直在解血便 全身上下拚命去找 根本找不到出血點 最後就是把尿毒控罩就沒事了 因為尿毒本身就影響到 血小板的凝結功能 沒錯 沒錯 所以我們也是要幫尿毒症病人 坐胃鏡都嚇得比較細 怕那個過程中出血就很麻煩 是 所以其實一個瘀青 真的是很多很多的毛病 千萬不要小看他 沒錯 但瘀青我必須說 如果說你身上沒有這些疾病 真的有時候三不五十 像我這樣出個外景就瘀青 或是小心撞到 你那個是要去收精的 你那個是不一樣的 假設我自己身上有瘀青的話 我是習慣用熱水敷 然後敷一敷再把它揉開來 那雖然它會散開來 對 這樣它會感覺要散得比較快 但其實還有更方便的方法 麗華姐有什麼方法 可以幫我們解瘀青 我要先講你剛剛是錯誤的 不是錯的 我們一定要一開始記住 當你撞到的時候 其實在不明顯的情況之下 你也不知道只覺得痛的時候 當下撞到第一件事 是不是先冰敷 不是熱敷 我想說血液要循環 對 促進血液循環容易血腫 就變腫了 對 而且容易變成發炎 所以一開始一定是先冰症 就是先讓它 萬一你不知道有沒有出血的時候 比如說揮到了腳揮到 扭到挫傷撞擊 一開始的立即最好的 對 先冰敷 然後第二個就是保持不要動 然後也不要去推它 然後讓它聚集在這裡 反而是比較安全 那我們這邊講完之後 就是說如果現場拿到冰塊是最好 如果沒有就冰水 或什麼都可以 那我們現在講說假如你在家 一定都是在家嘛 洗澡一拖 怎麼這裡黑一塊 那黑一塊 那一般你已經發現的時候 應該都是第二天或第三天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會建議說 你可以稍微的加一點東西 那我個人我是喜歡用醋 因為家裡一定有醋 對 那你醋除了喝以外 就是不要吃醋 不是 就是用1比1的話 就是像我如果是很大一片 我會用1比1的水 那如果說比較小 就是不會那麼小 也不會那麼痛的時候 我就用1比2或1比3 因為有些人不喜歡那個醋的味道 醋味道很重 對 很重 那因為那是冰敷 我這邊強調是冰敷 前三天基本上都不要按摩 也不要去刺激它 那我就會用那個 有冰塊冰塊 沒冰塊就是用醋這樣子 那接下來要講就是說 你如果可以吃的情況之下 可以喝點薑 我是會喝 那我是喜歡內功外服 內服外用 內服外用 就吃一點 喝點薑 然後再把薑磨碎 像這樣子 磨碎以後 然後這是3到第4天以後 確定沒有出血 沒有血腫的情況之下 就用這個薑 然後用那個有些中藥布 或是紗布都可以 然後我會在上面慢慢的 幫他推推 對 他本身就有這個功能 那有些人就會說 那我要推多久 沒關係 你就是慢慢的慢慢的推 那這時候可以搭配一點熱膚 那因為這有點刺激 所以我會建議如果皮膚太薄的 或容易過敏的 就不要用薑 那有些人說那還有沒有別的 我 這是我朋友跟我推薦 他說他用這個荷蘭芹 對 其實我一直在想說 因為我不會做菜 我不懂荷蘭芹 是西洋香菜嗎 對 有 對 太強了 就是這樣 其實他就是西洋香菜 然後什麼我們所謂的外國菜 或是西洋芹 荷蘭芹 都是一樣 他也是可以用搗碎 他不是吃 他也是可以在上面 敷跟腿 所以我剛剛強調就是說 記得在你前三天內 最好是不要去搓揉 然後就是休息 不要動 冰敷 可以消腫直血止痛 那但是第三到四天 也就是看到有顏色 接近紫色之後 你就可以熱膚 對 才能熱膚 否則你會造成炎症反應 發炎或是發燒 所以我們的薑跟西洋芹 還是在慢性期的時候 你的淤血一直不散的時候才用 你不要剛撞到血腫一大包弄僵 除了這個用外附的方式之外 其實中醫有一些方式 就像我們常會說什麼 拔罐 放血 這是每個人都適合的嗎 還是我們可以按摩穴道就好 其實我這要花一點時間 來講這個放血 其實這個放血 很多的民眾都使用 但是很多都是錯誤 而且造成了一些 副作用到診所來 我們有一個叫做哨傷放血 喉嚨痛 那我們用這個哨傷穴 給他刺破放血以後 放一兩滴血以後 讓熱血散掉 馬上就不痛 這個是正常一般 我們所謂的經絡血 或者中醫針灸的放血 但是我們民間 很多的一種放血 他不是 他就是說用了什麼 這個叫做梅花針 這個梅花針 直接這樣搓 搓搓 就是梅花針 它有六根的針 在上面這樣打 打了以後 是不是一個細細的點 細細的點 再用拔罐杯 拔罐杯 拔罐杯再把它一吸 一吸又吸出很多的血 其實拔罐跟放血 它拔罐 它是一個輕度的一個刺激 但我們知道 拔罐會產生我們的生長技術 我記得在四年前的奧運裡面 那個飛而普斯 飛魚 就很多的拔罐的一個運動員 使用這個拔罐的促進運動機能 包括馬丹 因為這種拔罐是可以促進 這個身體的機能 但是放血其實是它的升級版 如果是疫情的話 在中醫的一個治療裡面 當然我們要考慮 就剛剛講的 這種疫情的時候 有分成兩種 一種是一般的撞到的疫情 但是急性期的時候不行 但是如果說你急性期 在這種部位上 在給它拔罐的放血 會炒成所謂的火上加油 讓它花園更加厲害 一樣是慢性期的時候 在用的 那很多人說 那什麼時候是可以放血 或者引流 像剛剛康務院才有講到的 一個血腫的時候 撞到以後那個組織壞死 以後它變成一個血包 血腫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這種抽吸的方式 來把它做引流 這個時候也不是用放血的方法 但是剛才講說局部挫傷以後 局部是汙塞 我是講一個狀況就是說 其實我們是抹布 我們抗素用的抹布 抹布乾的時候可能二三十克而已 但是它有水上去有可能是變成五六十克的重量 這個水 這個水你可以用抽吸的吸出來 放得出來不行 你是用黏的也黏不出來 所以這個時候就像剛剛那個副理師講的 只能夠用冰敷 那你如果說再用拔罐放血 變成二度傷害更加 拔罐跟放血 要治療預計還是要找專業的 我們平常可以按哪些穴道 這些穴道就是說 我推薦兩個穴道 所有的這個血的問題 都要去找所謂的隔疏 隔疏的位置在我們背後 我們都是要有一個大錐 大錐下面在大概在七公分 十公分的位置 像我們前面要講的高方的位置 高方的位置在下面那個點 我們高方是一個兩個 肩胛骨 這個位置比高方再高一點點 對 那第二個是血海穴 血海穴在股膚肌膚肌內側 因為這兩個穴道是針對醫學 這些或者血的疾病 都可以來做按摩的 OK 好 其實很多人 其實他也不是說什麼魚親幹嘛 他稍微用力 或是稍微一神氣 他臉上就冒清淨 這到底是不是一種病呢 我們廣告之後來告訴你 我是江坤俊醫師 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讚訂閱加上開啟小鈴鐺 就能及時收到我們的最新影片喔